在艺术中中 随不随风走 十分之一 都不停走 攀爬 旋转 倒立 反向 团 伸转 伴随着动感的音乐 空中艺术舞者在钢管上翩翩起舞 给观众带来美的视觉享受 5月17日至19日 海南省第二届空中艺术舞蹈邀请赛开赛 来自全国36个省市区的 200余名选手在海口以舞会友 共同展现舞蹈的独特魅力 正在比赛进行的如火如荼时 两位参赛者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眼前这对蓝孔雀的表演者 是罗武雄和张东 他们是本次比赛唯一的男子钢管舞双人组合 修长的身姿 独特的装扮 两人在肝上的动作飘逸轻盈 却又不失阳刚之气 完美地将力量与美感柔和 加上一组组高难度动作的展示 他们的表演更像是空中体操与杂技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真的非常的美 他们兼具了力量与美 然后做出来的动作的延展性又很漂亮 完全不输给女性 我觉得我们反而要向他们学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在向观众展示精彩绝伦的钢管舞表演同时 背后的辛酸只有罗武雄与张东知道 张东算得上是罗武雄的徒弟 年长一些了他 对于钢管舞也曾是一窍不通 零基础学舞蹈 家人朋友的不理解 同样困惑着他 出于从小对舞蹈的痴迷 在一次偶然机会接触到钢管舞后 他下定决心远赴千里登门学艺 他们也是经常打比赛 我在一些媒体上 或者就是电视台上推广他的时候 我看到了 就是推广他 然后也推广他的学校 我就查他的地址 然后就本着他就去的 从前一提到钢管舞 人们就把他与妖娆低俗异类联系在一起 罗武雄与张东一路走来 受到过不少异样的眼光 他们有一些人就说 你不要说你是跳钢管的 可能人家听了会觉得很低胆那样子 然后我就说无所谓啊 这说明他可能还不了解我跳的是什么样的 那我只能 如果他还有一样的领域 我只能拿出我的一些视频 是吧 或者一些展示给他看 让他去了解这项运动 那如果他再不能接受的话 那我就觉得没必要再跟你说太多 我做我自己就可以了 因为钢管的话是一种艺术 但是这种艺术的话 可能没办法让所有人去理解 几年来 罗武雄与张东的钢管舞组合 在国内大大小小的比赛中 获得了多个冠亚继军的好成绩 同时也得到了业内的认可 未来他们将更致力于 空中艺术舞蹈的表演与推广 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这项运动 但是我觉得钢管舞的话 他这个发展前景是很好的 因为他也是一项健身运动 但是他又可以结合舞蹈在里面 人们看到了这个舞蹈 谁的心里都有一些伤心事 或者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 你跳的时候你能融入这些感情 然后能带动他们的情绪 更多的人就会越来越接受这个舞蹈 谢谢大家